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次合计 哥撑住了 可是原本的作战计划也全乱了 不过他们施展了一击之后 第二击需要更长时间的蓄力 这是我的机会 就算重伤也要争取 第八魂计 来引虎金 火持信 老小子 如此重伤下还能再实战 十万年魂魂的第二魂计 我先来挡住他 接着蓄力合计 灵天一计 二长毛的灵天一计 是他们单人招式中攻击力最强 他的攻击竟然绕开了我 怎么回事 灵天护体 我的灵天一计 竟然被轻松化解了 五人合力 有力有弊 力处 在于力量倍增 力处 以合力所需蓄力时间更长 而且足够灵活 所以我料到你们破一件机会有最强的一人单独出列队捕我 昔日则会以示阵法继续蓄力下一次合计 只要你们死人选择了防守 后面我便再也不会给你们反攻几回 那手里和背后的东西都是什么 那就是海神三叉戟 黄金十三进的一事 独定风波 是否就这样阻挡不住唐三的攻击了 最后强烈的危机感 根本无法度软 看来 小三已经控制住五位长老 无定风波 限制时间 八秒 他为何没有一开始就用这一招 无定风波对于实力越强的对手 成功率就越低 各为了保险期间 先用初来运护精魔之设 这样日来 处于英雄状态中的长友们 便难以抵挡无定风波 八秒 这八秒和海神三叉戟 是我战胜护卫章鹿唯一的机会 黄金十三进第二事 潜在空右 快上看 快上看 狼三 你刚承受了大门的空气 胜势如何 别管我们 快去对付唐三 太迟了 天青凝朗 右臂骨技能 天青十顿神爪 今天真是让人大开眼界 唐三到底还有多少新技能 六函和魂力都被限制了 天青持对神爪 死定追身 一旦硬住 被抓住者的六函 以及身体行动能力 将全部持对十倍 该结束了 天青凝末和泰坦军援 不过是最强大的森林之王 但是魂魂 他们各自带给唐三的两个技能 都是一控制一爆发 无一力无穷 看来吴卫长老 现在很不好受啊 对吴卫风号动我来说 想要破解天青持对神爪 并不难 只需要使用至少 第八魂技的能量形态攻击 就能破除 可之前 他们还在被限制之中 根本没机会释放魂技 小菜赢了 虽然有点取巧 但能反白为胜 已是不容易 要是正面与五位长老相抗衡 就算有海参三差几 更估计也难以抵挡 可惜对几位长老打击不小 别担心 他们看到后辈出息 左门有望 应该高兴在身 唐三 我们并没有输得心服口服 但我们确实 静谈与你的成长 恕唐三多有得罪 即使唐三敢于体重挑战 是因为一个人 谁 因为他 规矩绝不允许被破坏 尊严 启荣耳等触犯 想要继承我的一波 成为海神岛大供奉吗 想要知道 我与唐晨的过去吗 扫描这个二维码 关注斗罗大陆官方微信 告诉你海神岛 不为人知的秘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